请问夫妻之间必须有哪六届 家庭才能幸福呢 一届不要在外人面前争吵 常言说家丑不可外扬 即使再好的亲戚朋友 人家也只会看你两口子的笑话 甚至还会变成别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二届不要在儿女面前争吵 两口子一吵架那都是口不择言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自己的威严丧失 就不能给孩子做好榜样 三届不要在对方生病时争吵 人在生病的时候难免心情不好 无理取闹也是正常的 你对人家好点 以后你生病了 也好有人去好好照顾你 四届不要翻对方的旧账 夫妻过日子就像舌头和牙齿 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 本来就一点小事 一翻旧账就成了大事 五届吵架时不要殃及对方家人 这是大忌 一旦扯到彼此家人 这事就容易闹大 甚至离婚 更不要把彼此的气话 添油加醋地传话给自己的家人 否则很容易升级成两个家族的大矛盾 六届 不要吵架后找异性朋友谈心求安慰 即使你都错得离谱了 你找异性谈心 人家都只会专挑好听的说 更容易产生误会 夫妻之间 床头吵架 床尾和 互相理解 多包容 家庭幸福 欢乐多 lla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